歡迎大家回到我們逢星期三晚下氣迷的時間 今晚繼續有我們的節目主持 軒尼 還有我 你倆這麼適合自我介紹的時間 今晚我們的節目主題 我們上個星期說的是放暑假 放暑假的時候大家都應該會在海灘下水 今晚我們就嘗試做一個題目 叫海洋世界 今天就說一下海洋裡面到底電影裡面的海洋世界是怎樣呢 那為什麼會開這個題目呢 當然也不可以否認的一點就是 這一期最Hit的這一部電影系列 應該說是 我以為不是韓戰嗎 夏天說韓戰好像有點不太實際 說的是Finding Nemo 海底奇兵 還有這個海底奇兵2 Finding Dory 這兩部我相信現在應該都不少的大人和小孩都已經 排住了入場看了 我都相信已經是 今晚就 今次會兩集都一起說一下 第一部這麼出名 我想應該都不用怎樣介紹了 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小丑與Marlin 怎樣去找回自己的兒子 那時候的迪士尼和彼斯 當然是一直都是走著 一個老少咸儀的歷險故事 小朋友如果看這些戲的話 多數都是當作一些 枯膏片這樣看 例如 當作看下 這個叫小丑魚 然後有劍魚 各種不同的魚類 還有裡面這些魚魚的設計 也都色彩繽繽得很重要 所以那些小朋友會比較入老 會對這些卡通化的魚的形象 當然也有很多追來追去 新奇刺激的情節 也都是相當吸引的 的確是 但是呢 其實我覺得 成年人來說 也不是沒有訊息可以吸收的 這部戲裡面的主角 那時候馬林 為什麼要找回自己的兒子 先說一個背景 就是馬林 因為只剩下帽子這隻兒子 他當帽子就是金箔箔箔箔臭的 甚至乎很苛乎被置 但是呢 也是一個比較極端的情況 就是他會過份保護自己的小朋友 甚麼都不讓他做 因為他的魚旗 游泳的魚旗 因為牠有一隻手 比正常魚短 於是父親覺得兒子會出事 但過份保護就變成限制了 小朋友對於世界的好奇 我想應該會有很多人聯想到 我們經常說的一些怪獸家長 我們近年經常說 經常覺得自己在安排最好的東西給小朋友 同時做一些對小朋友最有利的事情 但很多時候大人都沒有想到 就是小朋友越被人控制就只會越抗拒 就像阿Mo仔一樣 就是因為他父親管得太嚴 於是他就開始反叛了 游了出去懸崖去做一些 爸爸不讓他做的事情 就是當著那麼多人面前 這個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令到阿Mo仔被人抓走了 試試想想如果阿馬林 本身不是一個那麼專制的爸爸 你猜一下這個故事會不會發生呢 對 對 還有 阿Mo仔被牙醫放進水族箱裡 這個 這個叫大哥 這個算不算是阿嬌 是大哥來的 水族箱裡的大哥阿嬌 那就 雖然 中文叫阿嬌 他讀的嘛 他英文叫阿嬌 我忘記了 是的 雖然 一直都是活在四棵牆裡的 他的生活環境 只有四棵牆 但是他從來都沒有放棄過 想去 走去大海裡 其實和阿馬林 反而變成了一個對比 其實是一個 很大的碰撞力 當然 這一部戲成功之處 還有很多 很出色的一些 以人化的 角色塑造 除了後來 即是十三年後 做了主角的Dory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角色 就是 這個 鯊魚 這個鯊魚角色 這個叫 Bruce 對 Bruce 罕有地 是一隻忍著自己 暴獵天性的一隻大白鯊 那 這部海底奇兵 有趣的地方 雖然你看到 這個Bruce 就是鯊魚 還有到後來 因為 意外地聞到血尾 就追著 毛仔 和Dory 但其實 你會發現這部戲裡面 是沒有 追著阿馬林 馬林 不是追著阿馬仔 咦 糟了 我已經說錯了 追著馬林 和Dory 那 但是 你會看到這部戲裡面 其實沒有反派角色 這部戲裡面 很有趣 很有趣 那個小妹 算不算反派角色 那個 Cuga的小妹 不算 太幼稚 只不過是 我覺得 其實我不記得第一集 太久了 我們看第二集 跟第一集很相似 聽起來也很相似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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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太有新意 他也有些挺有趣的地方 但是 可能他之前那部演出 真的太厲害了 我現在看這裡 我當小朋友片 看 嗯 那 也有什麼可能 還有 還有一些位置 很相似 那些笑位 跟之前的作品很相似 就是那些設計 還有 我不知道 其實我這次第一次看 進去看 可得奇評 不是 可得奇評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感覺 他把人臉 貼在魚上 即是Thomas Train 對呀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 我覺得 人化也很重要 不是 我是覺得他的臉 跟那條魚 不太相似 我開始看了 很恐怖 是Thomas那種 是Thomas 我覺得Thomas比較恐怖 我覺得Thomas比較恐怖 如果你說 把人臉 貼在屁股上 Monty Python 之前做過 又會更恐怖 嗯 對 好 不如先說第二集 第二集 十三年後 Dory 自己當主角 這隻 可以說 我們經常都說 人家失魂魚 很大的蝦人 這隻 Dory 真是正宗失魂魚 是 short time memory loss 即是有短暫失憶 的問題 那我呢 有個朋友 就經常都很搞笑地說 都不知道 Dory這個角色的男本 有沒有參照 又或者影射這部 空心人裡面的 那個男主角 Guy Pierce 的這個角色 即是 這個男主角都是 他的記憶最多 都是只有十多分鐘 都是 好像現實中 真的有一個這樣的人 是 這個我不知道 聽過 很短期的記憶 幾秒 即是我們經常都 拿這個人的串人就是 金魚記憶 因為金魚好像只有幾秒鐘的記憶 今次這個 就很簡單 就是 連Dory這次 也都 是 學人來玩陳親 想起自己在 加州這裡 原來都有自己的家人 那 意思就是 一副 傻驚 這樣 衝了出去 去找他自己的家人 那 Pixar 繼續吃老闆 講一些 歷奇冒險的故事 但是 有些部分 我覺得是有別 於 以往 例如一開場 講述 Dory 小時候 即是走失那段時間 那時候 找很多魚去幫忙 那時候 但是 其他魚 那種外幕能座的那種景況 我覺得 那個格調 是有多少 不太像移動電影的那種灰 我覺得 幾灰下 其實我覺得這個開場 比較少有 這件事 還有 我覺得 去年 剛才阿羅英說 去年 因為Inside Out很成功 所以 因為這樣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Pixar的主創 可能開始對一些情緒 和精神健康這一方面 的方向 開始有興趣 所以 Inside Out說的是情緒 而Dory這隻濕魂魚 在沉親過程中 因為我剛才都說 她經常都自己短暫失憶 因為她自己的短暫失憶 於是 她很辛苦 經常忘記了 開始令到 馬林 都開始 真的覺得她很不耐煩 就是 說 你最厲害是忘記了 就是 用這些 晦氣的說話 來對待她 開始會用 那 好像是 講一些 因為 Mental上的問題 令到 還有 社會好像 在他們眼中 社會不接納他們 就是 我有這樣的感覺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 我看第一集的時候 我經常覺得Dory很煩膠 不過第二集現在這樣看 就是 開始有些同情 她都可以這樣說 她都是煩膠 都是煩膠 她是那種 那種 忘記了 不如照做 看到有什麼 就是她有一個 剛才說的 叫 火系牌 像嗎 她不像 她不像 她是水藝牌 她不是不動的 她是那種 不想後果 馬上做事 我可以說 但其實她不想後果 是因為自己忘記了 什麼都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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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憑感覺去做一些事情 其實除了Dory之外 這部戲裡面還有一些 挺有趣的角色設計 都 我是想起 我覺得這套新角色是不錯的 寫得我覺得不錯 就是要說一些龐之的角色 就是這個Destiny 應該 港譯好像叫沙沙妹 我好像叫 沙沙妹 還有這個 白瓶的比例 沙沙妹 因為水族館 認為沙沙妹是有近視的 所以人類一直都用四面牆 去吸住沙沙妹 令到她一直都解決不了 她認為自己有近視 看東西不清楚的問題 而比例也是 這個白瓶是有一個 可以用叫聲 可以用聲音 超聲波 其實比潛艇的聲納 好像動物的聲納 類似雷達 類似雷達 對 用聲音來做一個雷達定位 好像一個雷達定位 雖然看兒童電影 不應該針對那麼多 但她那個在水面 其實應該用不到 在空氣上應該傳播不到 對 但是 比例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經常都覺得 自己是用不到這個 聲納的系統 很有趣 她們兩個也是被人類困住了 試想想 其實這些都是人類對待我們 我們經常說 我們看她好像是有缺陷的問題 但是 沙三妹和這個比例 都因為長年困住 在這四棟牆上 都沒有一個自由活動的空間的時候 其實沒有事 都真的會變成 以為自己真的有事 我覺得現在的社會 都很多時候 會有這種風氣 就是好像用一些 有色的眼鏡去看一些 比較另類的人 但是 其實那個人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開始因為 因為社會的 排擠底下 令到她 開始覺得 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問題呢 這個是我聯想到的一個 想法 我覺得你可以說 還有其他 有一個角色 我覺得不可以不說 你有沒有做到 我想沒有 應該是 八爪魚 你有沒有 我沒有做八爪魚 我竟然 八爪魚這個角色 我覺得一定要說 這套戲裡面的八爪魚 氣氛是很重的 八爪魚 我覺得是其中一個很成功的角色 還有另外有那幾隻 海獅 還是海狗 海泥 那幾隻 不知道什麼 那幾隻很膠 那幾隻很膠的東西 海狗 我覺得那個角色都OK 那些很鮮明的 很吸引的 純粹是攪機的 是啊 但是你很吸引 你會覺得 這個在這裡 有點容許 不會純粹是為了攪機 就是為了故事的推進 其實都有一定的幫助 剛才沒有說到那隻八爪魚 其實那隻八爪魚 一直以來 在水族館裡 就是幫助Dori 幫助Dori 去找回她的親生父母 但是 有交換條件 有交換條件 就是Dori因為她的手道有個牌 她的牌就是 好像坐巴士 你有這張飛機 才能上到那個巴士 那那個巴士 就是去另一個水族館 那她很想去另一個水族館 她是不想回到大海那裡的 那就是 跟Dori 可以說 跟一般的魚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就是多數的魚都是想回到大海 是啊 但是她反而是想去回到水族館 因為她很害怕大海裡面那種空險 如果沒有記錯 是啊 她好像說過 就是她覺得大海很不安全 那一路的過程之中 雖然你看到她好像有一個 算是奸奸地的角色 就是她是有些 蛇想只是在Dori上面拿著素 但是最後你看到她也是有個轉變 我覺得 這條八爪魚的角色是OK的 其實都是那一句 這兩套東西我看不到有反派角色 其實是 就是很少看這些 力其冒險的故事 是沒有一個絕對地奸的一個人 就是你 你看Toy Story 都不同 你有一個虐待玩具的 癡善仔 然後有一個盧騷 等等的角色等等 但是 這部是沒有的 但是 現在在說的是 其實一些過分的保護 和一些社會上的眼光 去對待一些比較上 比起正常人的標準 有些少差別的人 就反而是 大家都錯過 以為這些缺陷 好像不是很接受得過 但是 你想想 如果是 用人類的那種方法去對待 就是現在普遍 社會上的對待 缺陷的那種方法來講 是 就是會 搞一搞 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其實除了 除了剛才Heinley說的缺陷之外 就是 Pixar 這次也是 著重了一些平權的訊息 Heinley好像沒有放進去 這次又忘了放進去 但是這次 據聞 是第一次 就是在動畫界裡面第一次 出現一對正式的同志 是兩個女士 是 Lesbian couple 是的 這個其實 除了說 這個Lesbian couple之外 例如 找Alan來做Dory的配音 這些都被譽為是 都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 都被譽為是 這個 可以說是 為這個同志發聲的一個 途徑 所以你看到它裡面的訊息 都是清晰的 嗯 這個也是 迪士尼 開始 有些地方是 有變於以往的傳統價值觀的 一些突破 可以說是 之前Frozen 都已經是有一點 很少的 如果大家可以 如果看這套東西 也可以看看 Dory的父母 以及他們 Dory的父母 如何去對待 Dory的問題 方式 以及其他人去對待 一些所謂缺陷的方式 用什麼方法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相當值得去商考 一些參考 有參考價值的 一些訊息 其實只是跟Marlene的對比 已經很有趣了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這是真的 所以 今次 這個 海底奇兵2 如果 其實都很長時間去做 我都相信 絕對 真的要肉一下牆 我覺得 我覺得 不能錯 真的 好 那今節的時間 就來到這裡 介紹到這裡 阿朗 我們第一節 間場的歌會是 第一節 這首比較重 就是 The Sapling The Ocean 這首歌是 一首比較 Rod 少少Metal 比較重的歌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好 歡迎大家回來 第二節 樂器迷的時間 第一節 講完這些 這麼可愛的 海底奇兵 的魚魚之後 什麼魚魚 大國仔 小朋友都不說魚魚 現在 那好吧 這些這麼可愛的魚仔 其實 那些不是叫深海魚嗎 是深海魚 很深 你想想 小丑魚是貼著珊瑚 海葵生長的 所以 為什麼 那些水族箱裡面 是全部 有裝過濾器的 就是 營造一個 更像海底的環境 對不對 這個 應該是 我看的時候 有什麼 OK 無養魚 所以 Anyway 那今次 我們剛才講的深海魚 我們今次講 淺水 一點 我們已經在這裡 其實大白鯊 本身都不是很淺水的魚 大白鯊應該是生長在深海的魚 但是 這套它是浮了上來 這套 這套真的 我 經歷片的經典 這套 1975年 史提賓史匹寶的大白鯊 同樣地 跟這個 海底騎兵一樣 故事 其實很簡單 就是 這個 一個 度假的海灘 突然之間 這個度假海灘 本來就是 被人休息 或者被人休息 放鬆的 一個 好去處 現在很多人放暑假都會去海灘 但是 這個度假海灘 竟然有一天 出現了一條 大白鯊 這條大白鯊 有什麼恐怖呢 當然是因為 一些 已經開始出現 受害者的 一個女孩 和一個男孩 已經遭殃了 如果 說回現在 海灘 出現了 鯊魚 當然會 掛紅旗 叫泳下 不要下水 但是 其中的這個 度假海灘 其實 就是 當地政府 在一年內 裡面很難得 擁有一個收入來源 其實是 於是鎮長 要求 做主角的 萊斯埃德 飾演的 景長 就 當看不到 OK 沒有事發生 這裡沒有鯊魚的 跟現在 我們 某大國的 那種 思維 那種做法 我覺得都幾相似 有一點想封鎖消息的感覺 那 對了 也都 將很多 打算 去這裡 游泳的 泳客 都蒙在鼓裡 但是 由於一次 大白沙 就真的喜歡 在光天化 下 搞出了一場 大龍鳳 經常都說 不見棺材 不漏眼淚 現在真的見到棺材了 真的知道 出事了 於是 警長 帶著 暴雨專家 阿Quins 和海人學家 Hoopa 一起去捕沙 其實這部戲 都可以歸類作為 一部災難片 但是 災難片 這部戲 沒有死人流流的 反而 一句 就是 有鯊魚 這句 就可以令到 全世界 可以製造 在這場 在這個 沙灘上 製造一場 挺大的恐慌 當大家聽到沙灘的時候 走隔不走 那個畫面 我覺得 這個畫面真的像了 畫面 但是 其實這部戲要說的 就是 主子 都是說 人類 對於自然的 輕滅 就是一種 高高在上的姿態 以為自己 控制到大自然 是 但是 當你 看小大自然 你是要付出代價 所以這部戲 當然 都有 在這個 暴沙的過程中 亦都出現了不少的 犧牲者 而這場面 亦都 令到人 都相當之深刻 有些角色 後來 都有很多 可以說的空間 例如 剛才說的 暴魚專家 左邊的 阿 鯊魚仔 就認為 這些大白鯊 都只不過是 一碟小菜 只不過 對於他來說 但是 這種狂妄 亦都 令到他 後來付出 一個很慘痛代價 的一個 原因 我們經常都說 欺山望欺水 就 這句話 是真的 這部戲 真的體現了出來 這部戲 說的是 大白鯊 真的 這隻 這部戲 好像 史黎芬 史萊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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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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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其實很久 甚至 ET 也是 大白鯊 像 大白鯊 真的有些人 魔導 真的厲害 那時候 史萊芬 好像 20歲 其實已經12歲了 但已經是一個很懂得怎樣去掌控 大家都知道《史萊品史不報》 是一個拍商業片拍類型電影 很出名的一個導演 這部電影當然是在處理 這些經律片的類型上 是絕對做到事的 這部電影經典是有原因的 還有你說經律 John Williams 的音樂真是功不可福 他的音樂完全帶動了整個氣氛 就是因為 很有趣的 你如果看一些關於 怪獸或怪物 一些恐怖類型的東西 那些生物是會喊出聲的 但你要知道大滑山是沒有聲的 這部電影大滑山是不出聲的 就是抹大我的嘴 John Williams 的配額 是可以將觀眾的那種情緒 那種心理 是開始慢慢地帶入局 是開始 當大白鯊真的抹大嘴 向著寶寶衝下來的時候 是真的 我們 因為我從小到大看大白鯊 都是在電視機上看的 我不敢想像是在戲院看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 效果會是 就是 借位 反而加強了他的創 反而現在 我覺得特技 表現的科技 比較彈一 就是因為 因為 那時候 七十年代 大家都知道 電腦這件事還沒有這麼發達 不要說 電腦特技 人家電腦都不是很多 所以 這個大白鯊 是要用一些 機械裝置做的支架來做 聽說 那時候 劇組 是做到 事不保 已經是 要知道 這個機械支架 還要套住 這麼重的一塊 沙魚皮 然後 要控制 對 就是 這些東西 也是可以看得出 其實那時候 荷里活 拍一些大製作 是真的有一定程度的心機 反而現在電腦一方便了的時候 大家都 很依賴電腦去做到一些 一些成品出來 如果現在拍的話 就好像少年派 整隻老虎出來 全部都特技妻 嗯 那但是 嗯 當然少年派也好看 對 對 對 以前的機械片 沒那麼容易出傳照 對 其實我起初都是危 大白鯊都只看到 那條 是否叫旗 魚翅 背部的那條 魚翅 是魚翅 即是只看到那條魚翅 走來走去 但都已經是 開始 但其實這樣 我覺得是更害怕 就是你看不到 它完全是怎樣 是啊 反而那個效果 見其聲 但不見其影 這一種的效果 很多都是這樣 例如有一幕 整個碼頭 倒了 黏住了沙魚 我們看過碼頭 在動 不是沙魚在動 這些位置 就是不讓你看傳相 它原念設計 其實是挺好的 那時候 其實最後它的狀 都不是出傳相 只有頭 它都不會掉 很少 就是 這個大白鯊 其實是很少可是 會真是 給你看到 但是一見到 你一見到它 你就知道很嚴重 很遲張 你真的會嚇到 你真的會嚇到 真的很害怕 那時候是 那種壓迫感 和原念的設計 那時候 《史不寶》 都真的做得很足 那時候 是的 還有那些經歷效果 當然 也都是 劉芳 一直 流傳到現在 成為了 經典 還有這一部戲 也是美國第一部 票房 過億的電影 哦 第一部 好像是 我看回一些資料 還有聽說 當年上映之後 那時候 那些沙灘沒有人去的 沒什麼人去 沒什麼人敢去沙灘玩的 這個真是 這個大白鯊的效應 那 當然 環球那時候 就吃水滋味 就出了 這個 大白鯊234 就是這些後續的續集 那 其實就這樣看poster 都會異應的 那 為什麼叫 Jaws 就不是解 鯊魚 Jaws 就是解下額 是 所以poster的設計 也是由這個大白鯊的下額 來做一個標記 是 那 但是 可惜 234的成績 都不如理想 那 那 但是 聽聞 最近 有些人就說 這個大白鯊第三集 就平反 就是被人說 是爛片中的一個 經典來的這一部 那時候被人說 但是 就是 我這三部 都沒有機會再看 應該沒有機會再看 應該沒有機會再看 我看完 有的 有的 其實這幾套 但是 看完第一部之後 我都不敢再看後面的大白鯊 這幾套不同的類型 沒有關係 對 所以 今次 這個大白鯊 就介紹到這裡 那 我們下一個是 就是 聽說完這麽恐怖的新聞之後 我們聽輕鬆的歌 這個 《Beatles》的《Octopus Garden》 這首歌是 有點 我想問我有沒有找錯這個 cover 因為 其實我不知道有沒有找錯 但應該就不只是Wingostra 不只是Wingostra 應該是Beatles 但這個都可以的 這個始終是一首輕鬆的歌 就是Beatles 最重要的是 大家聽聽歌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今晚 最後一節樂器迷的時間 今節最後一部 我們前三部戲 都在說的是劇情片 今次我們要講一下這個 紀錄片 這部紀錄片 在那時候 2009年 是 這部的一段時間 就是這部 這個叫做 The Cove 叫做海豚灣 這部戲 如果 那時候 2009年 有留意過 這部戲 觀眾應該都不會陌生 就在說 Richard O'Barry 這個人 是 相當之自力於 去拯救海豚的 他聯同攝製的團隊 去深入 一個 日本的和歌山縣 和歌山縣 有一個地方 叫泰地 泰地 就是 每一年海豚都會經過的海域 但是 泰地 也有另外一個 相當之惡名 焦張的特點 就是 其實是一個 海豚的 屠宰場 來的 是 沒錯 海豚在這個地方 是會 被 魚夫捉的 要不就 生湯 要不就 將這些海豚 賣去 給一些 海洋 樂園 等等 一些的 表演場地 來去 賺錢 因為都說過 海豚 生的 比死的 更加值錢 大家都 如果有去過海洋公園 都知道 有很多這些 殺人群 或者海豚的表演環節 受觀眾歡迎 但是我相信 很多人都想不到 其實海豚就是這些地方 其實是很殘忍的 而看來這些 這麼慘無人道的事情 其實都居然是因為 日本當地的 政府 有隱瞞的關係 可以得以繼續 這樣進行 先說一說 剛才說的 這個人物 Richard O. Barrie 他本來是 一個海豚的訓練員 而且他 為什麼會出了 就是因為 一部電視劇 令到 海豚表演這件事業 令到很多人都覺得 咦 一些傷人 認為 這個表演事業 好像制得過 因為大家 一來 觀眾對於海豚 這件生物 是有一個 好奇心 還有 海豚的表演 是可以為他們 帶來一些 更加大的收益 於是 其實Barry 可以說 某程度 就是 開始了 海豚捕捉業的 一個推手 開始的時候 是 但是 當Barry 發現到 這個 海豚 如果是被困住的 海豚 其實是 會感到 不快樂之餘 其實海豚 是一種很有趣的生物 我看這部紀錄片 也覺得 有一點很有趣的 就是 海豚的呼吸 是 一種很下意識的 一種行為 他說過 如果 海豚認為 自己的生存 好像 真的 生存在一個 不快樂的環境 覺得生存不容易的時候 它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呼吸 停止 作為一個 自殺的行為 這個 就是 因為 牠目睹過一次 在牠 眼前 一隻海豚 真的因為這樣 而自殺 於是 促成了 今天 是很 大力地去推動 這個 海豚 保護的 環保的事業 剛剛 阿謙的說法 如果大家聽到現在 將 Finding Dory 和這套 來比較的話 其實可能會有一點 一點點 知識的 就是 Finding Dory裡面 就是 被人困在水族館裡面 這套其實 有一部份的內容 就是 把海豚困在水族館裡面 做表演 那些 但另一樣 就是 日本傳統 這個其實 那個觀點 我覺得是 你同不同意 見仁見智 就是 就是 日本本身有一些傳統文化 就是會捉海豚來吃 嗯 真的會 劏在超級市場 賣來吃 那些 如果 你去某些 的縣 其實真的 你就這樣去超級市場 買到 你有沒有見過 因為我印象中 你去過日本也很多次 不是 其實我去過三次 不是很多次 但是你有沒有 但是你有沒有見過 真的有人賣海豚 說某些縣才有的 而且不是 真的這麼普遍的 不過有些地方 可能 他有些 山下的地方 也有鄉下的 他有這個習族 這個習族 到底是 屬不屬於是對的呢 那 這個見仁見智 就是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就是 你不能去判斷別人的習族 我常覺得 但是 如果 從一個 保育海豚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是 就是 這種捕捉行為 特別是 現在大家看到 在圖裡面 搞到整個 海是血紅色的 一種 那麼殘忍的捕捉行為 基本上是絕子絕孫的方法 我覺得 這個 就是 我想 沒有什麼人會同意的 真的 神經病的 我覺得 我看那時候 我近來才看這班 其實就覺得 都幾神經病的 這班日本人 借湯魚的方法 除了這一點之外 其實我剛才 只是說這部戲 其實是 跟這個 集團隊是用了很多 不同的方法 來去 嘗試 去深入 這個 這個 太地 這個 這麼危險的地方 因為 大家都知道 如果 當地人覺得 你做的事 是影響他們的利益 當然會出手阻撓 那這部戲 裡面有很多時間 大家都會看到 其實日本人 基本上 那班 漁夫 是用了很多 不同的方法 去阻止這個攝製隊 是拍到 這些 殘殺 海豚的一些 證據 所以 這一方面 其實 亦都是 可以說 是 令到很多觀眾 都 發現了 一些 新的問題 就是 他們一直都沒有留意到 海豚 為何會有海豚表演 海豚是怎樣來 但是 現在才發現 原來 海豚是 通過這麼可怕的手法 去捕捉的時候 就會令到他們 開始覺得 有一些 同情的感覺 剛剛 Henie說 那個拍攝 很多 日本的漁民 或者其他人 去阻撓的時候 所以 蟬製隊其實 有些偷拍的成分 裡面有說到 他如何 偷偷地爬過那座山 把鏡頭弄成像石頭一樣 對 然後放在山上拍下去 這些 方法 有爭議性的 但是 的確 是可以把 一件事件幾時 拍出來 所以 那時候 出了這部電影之後 其實在社會上 出現了很大的反應 其實他的手法 真的挺有趣 他拍到 好像 很接近男人片 原來 他整個個過程 可能他不刻意 但實際上 他的效果 很驚慌 就是 你看到 有些緊張 看得自己都 偷偷偷偷偷偷 真的會不會發現呢 會不會被人發現到 這樣的 不過我覺得 這部電影 是一個 在黑畫 日本人方面 有少少的 編劇 我自己覺得 嗯 基本上 在靠到日本 那部電影 裡面 日本人都沒有好 如果你看到的 基本上 有沒有發現到 沒有什麼好人的 這部電影 就是有奸 嗯 就是他們的黑畫 形象 這個不太好 這件事 我也覺得是真意 嗯 不過我都見 有不少人的評價 都跟你 是有一個 相似的地方 就是 但是呢 也都是 他們的意見 就是 有很多人 就是 海豚很慘 我們保護它 但是 其實 海豚可能已經在吃這些 大魚大肉 所以 這個 到底實際上 那個功效 是怎樣 這個 真是 其實他的觀點比較彈人 就是你問我 我覺得他 就是 從這部片看 純粹針對一個殘忍 就是 不用殘忍的手法去處理海洋生物 嗯 但是他當中的經濟 啊 文化問題 很多他都沒有碰到 嗯 這個 剛才我說 就是 他 可能有些村內 吃海豚是一個 制製的 就是一年吃一次 或者什麼 這些他沒有說 很有趣的 他們吃海豚 他們不知道其實海豚 沒有毒的 是 那這個制製 這件事是他們的傳統 就是他們是為了健康 他就後來呢 他就說到 其實吃這些海豚肉 是有一定程度的水銀毒素 會積聚在體內 其實所有在食物鏈 比較高層一點的魚 都是有這個問題的 是 所以 所以都 就是如果大家都有興趣 去找回來 大家也可以試試一下 到底這個 這個 暴魚葉是不是真的 那麼得人 還有這些 海豚是不是真的 那麼值得 那麼 就是 被那麼多人 暴殺 那樣的問題 那今晚的節目時間 講到這個 就是海洋世界的節目 那麼就做到這裡了 那麼我們 那麼我們 下個禮拜 嗯 就這個節目 topic 是挺有趣的 因為為什麼呢 就 因為小弟其中一個 很喜歡的 伊朗的私人兼導演 阿巴斯基亞羅斯達米 就 癌症過身 於是乎 下一集 我們就 將會 其實他 好像上個禮拜 就已經出了笨了 好 我想 借這個 網台的機會 再 做一個最後的致敬 可以說 那麼就 下一集 這個 講幾部 關於阿巴斯的電影 這個 伊朗的私人 怎樣去拍 一部 好像講 好像 一部 師的電影 那麼 下星期 四部戲 將會 是有 《櫻桃的滋味》 這部應該是最出名的了 阿巴斯來講 這部應該是最出名的了 阿巴斯來講 還有這個《風再起時》 又是這個《踏破鐵鞋務域處》 還有這一部應該是他臨死之前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是 應該是最後一部 很久 這部 差不多是四年前 應該 可能他那部《韓洲之戀》太完美 我不清楚 但是他臨過身之前 對上一部已經完成 和上映的 就是這個 《Light Someone In Love》 即是叫做 《東京出租少女》 如果有興趣 對阿巴斯這一個 伊朗導演 以及伊朗的電影 也有興趣 絕對不可以錯過了 好 今晚的節目時間 來到這裡 我們今晚最後一首會播的歌 是 這首比較indy 就是 來自一對樂隊 叫做《The Album Live》 他們有首歌叫《Into The Sea》 這首歌其實比較藍滿一點 但是小弟很喜歡的 所以就播給大家聽 這個樂隊 OK 好 今晚的節目時間 來到這裡 各位觀眾晚安 拜拜